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百合花月团的妈妈陈慧芳 今天教大家财神爷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首先呢 350的皮肤色 五个手指头或四个手指头的宽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260也可以 就是到时候要来回两次 就变成跟这个一样大 那我们的长条呢 先准备两个黄色两个红色 后面都留一个拳头不要打气就好 首先把红色跟黄色打结 把它绑在一起 然后红色做一个拳头大的小耳朵两颗 然后黄色做三个手指头的熊耳朵 然后红色把黄色的熊耳朵包起来 黄色破掉我们再补一个 把它塞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两个长条同时旋转两个手指头的单套 然后红色再转两个小熊耳朵 皮布色拿上来跟这个熊耳朵结合在一起 红色跟平红色一样长的距离 好 到三圈 做两个小红耳朵 黄色 三个手指头的单套转三个 两个三个 然后跟熊耳朵绕在一起 中间这个单套转成熊耳朵 这是黄色的熊耳朵 两根同时旋转两个手指头的单套 黄色的空气太多了 好 我们给它消去一下 做两个小熊耳朵 黄色的熊耳朵 三个手指头 然后把红色 红色给它包起来 黄色的熊耳朵 我们把它剪掉 回到脸旁边的熊耳朵 回到脸旁边的熊耳朵 好 这是前面的红色 我们把红色 跨在黄色的上面 把这个熊耳朵往下压 跨在上面 到另外一边熊耳朵的地方 来回身体就这样长 来回三次 一二 三 四 三 四 四 三 三 四 把黄色多余的剪掉 我们在皮肤色的熊耳结旁边 就有两个没有打气的气球 它会也要跟身体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做身体 红色和黄色各里有一个拳头不要打气 做身体 从黄色的地方握住食指的长度 翻炮 转三圈 两个手指头的熊耳结做两颗 一样摸住食指的长度 一个翻炮 做一个小小的熊耳结 一个手指头翻 来回试试 接下来把黄色在上面的熊耳结这里 放三圈 下面的熊耳结 往上一个手指头的位置 好 这样子 在中间这里 做一个熊耳结 把他们紧紧的握在一起 把他们紧紧的握在一起 绕一圆圈圈 好 它破掉了 我们再绕一次 好 生长没有破掉的话 剪下来的部分刚好可以做脚 我们这个上面有黄色吗 有气的 有吗 没有 没有 一个半个的 可以吗 可以啊 好 我们就把这个剩下的黄色 直接对折 好 如果你剩比较多 你可以做一个小单泡 一个手指头 再做两个手指头的熊耳结 当他的鞋子两边一模一样 那因为这个剩不多 他的气没有办法折 我们就直接这样 然后在下面的单泡这里 好 抓他的脚 我们把他的头 头 头在那里 就你抓的那个 对 对 对 好 好 把我们刚才留的这个线 这个气球 拉到皮肤色的中间 好 好 好 抓上来 好 好 要绕底 不是要自烤到三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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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柴神也完成 那我们画眼睛的方法 很多种 好 那一个是我们各自帮忙画的 那一个是 七小妹帮忙画的 这样对吗 对 好 那朋友们看 看您喜欢哪一种 那你要画 老爷爷的柴神也 你就给他画上 无须 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三个柴神也 给你们拜年 恭喜发财 中间的那个转过来 中间的那个面要转过来 好 他还没有画 所以他在后面 好 画笼要点筋 好 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关注白话乐团 帮我们分享按赞 谢谢 好的